三期警戒再次延长到6月28号 电影院无法营业 到这档期也是大塞车 像是5月份原本预计要上映的 《玩命关头9》 还有《时尚恶女酷依拉》 加上6月份呢 还有《杀手保镖》 以及《禁戒2》等等 通通没有办法上映 而7月份还有《黑寡妇》 以及《自杀突击队》等等英雄大片 当期拍得非常满 到时候这些延期的电影 还有办法在近期内上映吗 史嘉雷·曹涵森主演的《黑寡妇》 延期三次终于定岛7月 可是台湾因为疫情的关系 6月的骗子都还没上院线 因为不知道三期警戒 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 因此现在应听如何分配 当期如何协调 都是未知数 电影《玩命关头9》 片商透露一定会上院线 粉丝不用担心 目前没有考虑转到 线上平台播放 另外《杀手保镖2》 跟上映一天就下档的淋雨 也表示目前决策 还是会上院线 就待三期警戒过后 再来协调 不过像是《境界2》 虽然片商表示仍然会上院线 但其实她7月份就会上传流平台 另外还有时尚恶女 酷依拉在美国已上线传流平台 线上我觉得不错 对啊 就是尽量不要人太多聚在一起 之后如果可以出来的时候 还是会想要去看电影 毕竟电影院 《世光效果》跟家里不一样 想追求视频享受的影迷们 恐怕还得等上后一段时间 GBS新闻追踪群 Patreon推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 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随时掌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